国旅花莲赏金游客行 又有一家业者以造价3000万元 新购了一艘赏金游艇为纳斯号 16号正式的首行 台湾陆上休闲娱乐设施以及活动 建成饱和的状态 为了满足民众的需求 政府是积极的推动开发海洋休闲游戏的活动 而台湾拥有丰富的金屯资源 也正是政府和民间业者极力推广民众 前往体验接触的海上娱乐活动 受到新冠飞的影响 国旅花动油成为最热门的好地方 赏金业者也看好一片商机 以造价3000万元 新购一艘赏金游艇为纳斯号 16号正式首行 为了满足民众的需求 正式政府以及民间业者 极力推广民众前往体验 以及接触海上休闲娱乐的活动 文娜斯休闲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表示 介绍游艇 采用日本50林牌 450匹马力引擎两组 航行速度达28节 相当平稳舒适 总人数可以达成88人 那在108年的12月 开始建造到109年的8月 完成这个建造 是在台北 这个大洲造船厂建造 我们是用游艇的一个模型下去建造 它非常的流线 非常的美丽 而且它非常安全舒适平稳 那这一艘是49吨级的一个赏金船 可以搭载88个人的船员 那它的时速差不多在 28节左右相当于51公里以上 那我们这艘船是采用 这个50林双远勤 450匹的双远勤 所以在跑的时候非常的平稳 而且我们有对顾客投保 400万的这个保险 那为什么当时会做这一艘赏金船 是因为我们认为说 花脸的一个赏金业一直在蓬勃发展 尤其我们之前的业者 自己这么多年来一直把花脸的赏金 这一块招牌擦得非常亮 照顾得非常好 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他们 那维纳斯的一个投注是希望 能够来跟所有的这一些业者前辈 多学习 那把花脸的一个海上休闲 来做更提升的一个工作 那我们也希望将来在整个海上的活动 能够再用其他的方式再把它展现出来 来符合我们顾客的一个需求 我们希望是这个样子 我认为表示 游艇造加外形流线的豪华 船身比一般同顿级的赏金船 还要宽40公分 所以船上的走动不会感觉拥挤 游客坐舱内皆有空调 也表示出汽云以赏金为主 航行时间每天早上6点 8点、10点、下午1点半、3点半 往返地点为花脸港 票价成人有为900块 3到12岁750块 3岁以下300元 记得终于华社会来